在这个比赛场的旁边 一般还会犯一到两块钱 就他是会陪着打一打 还是就在旁边看 对 会陪运动员打一打 因为每个运动员 他的比赛时间不一样 所以有的就在房间休息 比如说像这场 你绝对要上场 那曾经就跟着 然后过来要陪你 他中央准备活动 你要陪你乐身的 找到手上对球的感觉 是所有的教练都会这样做吗 还是他会打球的 会打球的就这样做 也有不会打球的教练 还有那种很多年前会打球的 现在已经不能玩 对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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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球李雪瑞也不好打 因为新杜他的选手还是比较全面 而且他的没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也比较强 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国旅单 他没有说像过去这么有绝对的勇士 既然昨天 先前就 王思贤已经输掉 现在还有李雪瑞和 王一行 对手的球路还是比较丰富 像这个球材他就停顿了一下 他买一个后场 之前你也提到说李雪瑞因为 腿有伤的关系 所以从场上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影响 今天上来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你可以看对手的速度就比他快 所以前提上就是两名选手的速度 首先能相持 才能有火拼的机会 李雪瑞现在是1比6落后 这两球对手的整个 来说他的竞技赚的还是保持得不错的 然后从速度和能力上来说呢 可以看出其实心度了 感觉还是在一些优势 看起来个头也很高 对挺高的 而且挺协调的 他进攻能力也很强 抓突击的人 所以李雪瑞想打好 就是完成好这场球的话 首先任何项目速度是低的 我再弹再次数 拿到第二分 2比8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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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连续得分 10比2 第1局上来 李雪儿现在落后9分 这是一个大的差距吗 算什么 那第一局你觉得还有希望吗 第一局的话还是有一些机会 百分之三十的机会 李雪儿现在还是 就不在状态 不在状态 还是因为之前的三变 从这次的就是比赛当中可以 你看李雪儿的出球和回顾一下他原来的比赛 因为受伤 我觉得李雪儿的思维里面没有像原来那样纯净 原来的纯净是他没有任何想法 就感觉就是他就是打球很直 然后直来直去 然后速度也很快 就大脑里面就是只有这个羽毛球存在 可是现在他的打球和出球 和他的肢体语言能告诉我 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就是顾忌也好 或者是杂练也好 就是就很多方面的原因 原来打球还是很很纯净 就是没有任何别的因素在里面 其实对于很多运动员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难关需要面对 就是你当出现商定的时候 很多时候生理上其实已经恢复了 但是心理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回来 找回来的途径只有一种 就是冠军 你才能找回来你原先的自己 对手打的还是有点着急 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还是想快速的拿分 拿下第一局 嗯 所以对于出球的要求就比较高 13比6 3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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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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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